白色轎车停靠路边 才刚起步却突然整辆车往右偏移 接着加速暴冲 撞到整排停在路边的机车 一旁民众听见巨大声响 也赶紧出来查看 轎车车头严重毁损 右前方刺可破裂 现场的机车更被撞得东倒西歪 甚至有车被撞进骑楼里 后照进变形 满地都是车身碎片 24号傍晚5点多 肇事女驾驶开车经过台匪市市林浮华路 当时她买完东西正要离开 却发生车祸意外 车祸就发生在捷运镇旁边 这边算是商圈附近 都是卖吃的喝的店家 平常人潮就非常多 在傍晚的时候 轿车突然报仇也吓坏不少人 警方调查26岁占星女驾驶证 要开车离开 供称当时看见自己的朋友 想跟对方打招呼 却疑似分心踩到油门 导致车辆爆充 这一状共波及13辆机车 警方指出根据过往类似案件 车和毁损收车费都得花上上千元 就回一个闪神连撞13车 后续恐怕还得负担上万元的赔偿费用 我只想加慢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